OK OK 首先就講這個 紅外線這個電戰夾艙 這IRST這個事情 我應該要講保守一點 其實今年因為蔡總統過境美國 然後這個4月8號到4月10號那三天 一共有290幾架次的共軍的軍機 基本上是繞了台灣飛 對 那其實與此同時 其實當時在日本 這個沖繩的加索納空軍基地 美軍的加索納空軍基地 其實當時已經有兩個F-35的戰鬥中隊 在那個地方standby 然後在菲律賓的克拉克空軍基地 有一個F-22的戰鬥中隊 在那邊standby 所以其實實際上的狀態是 4月8號到4月10號共軍圍台軍演 用空軍圍台軍演 那個時候共軍的飛機 絕大部分是四代跟四代半 那四代半 雖然說中國一直不斷強調說 殲20是五代機 可是其實從非常多的定義來看 殲20很難算得上是一個完全的五代機 頂多四代半 頂多四代半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4月8號到4月10號其實基本上 當中國用四代跟四代半的飛機 在繞台軍演的時候 其實美軍五代軍機 就在台灣的東部海域 海空域跟南部的海空域 在觀察這個共軍的動態 還有台灣當然是台灣國軍如何去應應 所以我講保守一點 這一次IRST為什麼美國特別挑這個東西 趕快運送給台灣 其實就是因為發現 這是我的猜測啦 當然就是發現當時這個台灣的F-16 沒有辦法有效去偵測到殲20的動態 因為IRST這個東西 它基本上就是針對逆中戰機 因為它的雷達波非常小 雷達波非常小 可是你高速在這個破空的時候 飛機的機體跟空氣會有摩擦 那摩擦的話 用紅外線是可以偵測得到的 對 所以這個紅外線的IRST 它設計來 就是來抓你這個摩擦的這個熱量 所以我可以看得到你的這個逆中戰機 對 所以再換句話說 美軍在四月看到台灣國軍的這個弱點 馬上補強台灣的這個軍事的弱點 那對北京來講 當然不願意美國這麼針對性的 去針對這個解放軍的空軍 來提供武器給台灣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美國軍售台灣這一個IRST 是針對性的 那中共在八月二十四號 大舉的這個飛機過台海中心 這個也是針對性的 就是針對這一個軍售 它表達它極度的不滿 所以從這個地方 我們要去思考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接下來採購 跟美國採購的六十六架F-16V 其實都有這種功能 對 對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之前還有滿多這個 不管在野黨 或者是不同的聲音在批判 政府去購買F-16V的這個軍購案 其實這個是大錯特錯 對啊 它可以讓這個 中共的殲二十 在台海這個當面 它的嚇阻力大大減弱 如果台灣有六十六架F-16的話 那再換句話說 這個我覺得是台灣政府要 要比較擔心 也比較小心的地方 就是我認為中共一定會 拿著這個F-16V的軍售 去壓著美國要談判 對 換句話說 它會用這個美國軍售 台灣的這個F-16V的這個案子 作為一個新的底線 來跟美國做談判 對 那這個是 當然是對台灣是 非常非常不利的一件事情 那其次談到這個 主持人剛剛提問到說 這個中城的戰術 核導彈部署在台灣東岸 我覺得這個是完全沒有必要性 這種猜測完全沒有必要性 對 因為中城的彈道飛彈 它的射程都已經 可以超過一千五百公里以上 對啊 那換句話說 它不需要部署在台灣 它只要部署在這個 美國想要打擊 中國境內的這種重要目標 對 方圓一千五百公里以內都可以 它不需要是在台灣 對 所以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 如果美國是想要提供這個 尼克蘭埃拉 就是核保護傘給台灣 那它的方式會比較接近四月 四月的時候 英錫月訪問DC 跟這個拜登總統達成這個 Washington Decoration 就是用這種核磋商 核共享 核嚇阻的這種概念 去提供台灣的 去提供台灣這個核保護傘 不會是透過直接的部署 對 所以 可是看得出來這種 Speculation這種猜測啊 是因應這個時局的變化 一直認為說 尤其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後 一直到現在十七個月 普丁一直不斷的威脅 要用戰術核武來對付烏克蘭 然後又有把部分的戰術核武 運到這個貝亞路 就是白俄羅斯區 它的確有造成嚇阻 對 所以有這種猜測 這個猜測雖然說 在軍事實務上面 是完全沒有必要性 可是這種猜測 基本上反映的就是說 中國會不會如法炮製 用這種戰術核武 來威脅美軍 或威脅美國政府 不能來這個 援救台灣 如果他們侵略台灣的話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邏輯 是在那個地方 如果他們會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美軍也許用秘密的方式 我也送一個在台灣這邊 萬一要到先底盤的時候 告訴你 我這邊已經有了 對 所以那個邏輯 是在這個地方 而不是說軍事實務上 有這種必要性或可能性 對 是 感謝 就補充一下 如果在台灣有部署核子 那個戰術核武還是怎麼樣 問題是台灣的地理眾生是不夠的 中共它一度傳說 它可以在西安以東 這個讓你核子武器進來 它14億人犧牲10億還有4億 那台灣的話因為沒有地理眾生 如果這樣互相毀滅性的那個 丟來丟去的話 其實對台灣吃不消 所以台灣的那個核武概念 要另外設計 就是說我們要阻止對方使用核武器 沒有錯 我們也要讓對方知道 不能對台灣為所欲為 但是並不是拿我們的弱項 去撞對方的強項 對對方有地理眾生 它可以到西部的高原地帶躲起來 但我們不能躲 我們沒有地方躲 就是台灣缺乏地理眾生 所以台灣需要的是 對對方使用核武器的 有效嚇阻能力 但不是自己去陪它玩核子武器 使用核武器的 反對 運作 膠